民主派发起的区议会候选人选举聚会 部分人行到湾仔和中环一带 警方多次拒杀 在湾仔一批人设路障和警方对视 并扔汽油弹 警方又施放催泪弹和出动水炮车拒杀 大批人下午先在维园聚集 部分人打算行到中环参与外丁堡广场和尖打发演的集会 其间有人设路障倒路 警方先后在铜锣湾 湾仔和中环施放催泪弹驱散 并停止中区两个集会 尖沙咀拍例大道 也有人响应网上号召聚集 逢步警察戒备 先看看湾仔的情况 下周近4点一批无面人走到牵尼斯道 更加上至维团祷堵路 和警察举黑级局 有人把催泪弹订回警方发线 又拆电器栏 警方再发射多枚催泪弹 部份人走去湾仔方向 船有人挖砖 有人在路上放铁釘 有被阻的司机下车搬开障碍物 也有外籍人士清走路障 有人叫他离开 他搬走路障后 又有人再捉起障碍物 雙方争拗 有人用汽油弹烧路障 在大黄 至于在湾仔街市 多人倒路又钉砖 警方施放催泪弹 十热的人扔多枚汽油弹 十热的人扔多枚汽油弹 水炮车出袋 在收盾球场附近又有人烧杂物和手推车 水炮车洗道 在球场旁边的通道 警察制服至少三十人 母线电视记者郭永一报道 地下大堂的玻璃门被打烂 玻璃垂散落一地 外场被涂窝 活动贬集被拖出行人路 大堂内也都被贫行七 民主派法底下就在维园 举行区议会候选人选举聚会 期间有人在附近一带倒路 并冲击警方防线 警方说集结人士参与非法集结 在维园内外施放催泪弹拒散 一批人下午大概两点半 在维园喷水池入口聚集 部分人穿着黑色衣服和蒙面 防部警察在纪理阻置街 往室保外戒备 警方多次警告他们参与非法集结 和触犯了反蒙面犯 警方命令你们 男兴脱开上述的蒙面 人群善 崇光白货对开 亦都有一批带着Visa面具的人 叫人站出天理市道 又车辆辆辆辆离开 下午三点几 又穿着黑色衣服 在告示打到前路上 警方向维园方向推进 先后举起南企和云企警告 要求在场人士离开 多个黑衣人捉起遮阵 有人带上防毒面罩 警方进入维园驱散 双方对视 有人拆了维园足球场的龙门架 抬出来做路障 警方在维园里面 私送推理板 又向草坪推进 之前有人申请 下午在维园集会被警方拒绝 民主派区议会后转人之后 改为举行选举聚会 他们说根据区议会选举活动指引 不够50人的集会 不需要警方批准 有人不满警方驱散 多人被制服 被捕的人包括大部林村屋 选区候选人陈振哲 他的对手是陈祖亮 无线电视记者时至报道 中环外丁堡一小时后停止集会 大批人下午大约5点在遮打花园聚集 一批防部警察在附近戒备 有蒙面人向警察扔汽油弹 在中环大会堂对出的干落道中 有人摆放路障堵路 交通受阻 防部警察施放催泪弹拘损 警方在晚上6点说 港岛区一带出现大规模非法集结 堵路、暴力冲突和破坏社会安灵的情况 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 根据公安条例第17条 停止两个已经获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 要求主办者按警方指示 安排出席者安全有罪离开 又呼吁市民切勿前往中区参与 今晚关闭 警方就在中上环一带驱赶 中环站共中审法院今晚有杂物着火 警方沿着遮打道向前推进 并施放当媒催泪弹 中环站出入口被摆放花盆 马路上有大批竹枝 中环站环球大厦出入口 扶手电梯被放置小巴站牌等的杂物 亦都有消过的痕迹 警方继续沿着辅导中推进 近上环有路障着火 上环站出入口亦都被破坏和堵塞 防暴警察推进到西保城转入内街 在附近一带戒备 另外下午有人响应网人 叫口号和唱歌表达诉求 聚会开始后半个钟 一批防暴警察来到 外现场的人非法集结 有要求除去口罩 否则会驱赏 有人应警方要求除口罩 警察亦都截查部分人 之后带着一个戴口罩的男人 怀疑他身上有噴漆和塑胶砧板 前採证师先